所以你會發現剛剛又引用了一個json 他用一個叫json.loss json.loss這個方法就是把這個後面的html.tether 就是網頁上面看到那個文字檔 把它漏到哪裡呢?漏到我們前面的 所以他這個動作是做什麼? 幫你把字串轉換成一個字典 所以前面那個字典,第1,第1就變成一個字典的一個變數 那特別注意,json.loss 其實他主要loss有兩種 一種叫json.loss 一種是json.loss 那有什麼差別呢? 如果你json.loss加s的話 其實他取名是蠻有意思的 有s的話就是後面是一個字串 是字串 有沒有 所以那html.tether 他回來就是一串文字嘛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說呢 後面是一個字串 記得要用json.loss加s 那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沒有s的話是什麼? 就一個檔案 所以你給他一個路徑 有一種狀況是什麼? 你已經下載下來了 放在你電腦裡面 那你就直接指向給他就可以了 那如果指向給他的是一個路徑跟檔名 負檔名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就不要有s ok 就叫json.loss ok 好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是get get的話就是recourse 這個的話其實就負貼嘛 然後把他後面的value給抓回來 所以得到的結果是長這樣子 那接下來如果你要存成csv的話 基本上就兩個步驟 ok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實際內關係 前面這個好像都講過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得到的就是78個這個串列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csv的話 第一個我們先產生 因為這個串列裡面沒有欄位名稱 所以呢 我們就是自己手動加一個欄位名稱 哎呦 老師呢 我可不可以裝那個key裡面 可以啊 你裝個key 然後自己再把它排 因為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直接呢 而且他的key是英國名稱 如果假設我希望 顯示的是中國名稱的話 那我就直接先產生一個變數 叫做s 然後呢 後面就加上他的欄位名稱 中間加豆點 那記得尾巴一定要加換行 反斜點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沒有加換行的話 那變成全部串一起 尾巴 所以哦 csv它就是中間加豆點 尾巴換行 有沒有 OK 所以欄位名稱有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分別把上面這個啦 實際上哦 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哦 實際上就跟上面這邊一模一樣 OK 有沒有 所以這個等於是我把它delete掉上面了 把它放到下面 你實際上就是增加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print這個東西 那我如果要把它變成 像csv架構的話 那我就是有一個s嘛 s的話是一個自串 s等於s自己本身 再串接後面 所以上面欄位名稱先有了 然後再把它裡面的每一個 裡面的每一個 這個地方哦 就是大乘先抓出來 然後加個豆點 再抓彰化線 豆點15 然後日期跟單位 所以呢 我用一個方法比較簡單的就是 我在後面加一個什麼呢 一個formatter 然後我把那個formatter的規則先告訴他 什麼規則 我有 五個欄位 五個資料哦 然後呢 我就先 給他五個大瓜糊 然後分別把這個資料先抓過來 然後將來你幫我放進來 加一個豆點 有沒有 然後把彰化放進來 有沒有 然後再15放進來 反正一個一個蘿蔔二坑嘛 反正五個就五個 所以有點像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的話就是這個 那尾巴記得加一個換行 那一個OK之後 那下一個 一樣的方式 總共跑78次 因為有78列嘛 OK 那這樣不就是先串一個欄位名稱 串完再串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 全部串完了 那串完之後把它存檔 這應該有概念吧 所以我們就open一個檔名 叫做pm25.csb 然後write它 然後再把這個s 把它write出去 close掉 存檔 OK了 所以最後我們就可以來run一下 存檔csb 不過在run之前 因為我沒有指定哪個路徑 所以一定要先存檔 把這個module先存檔 給它一個名稱 也許這個名稱叫pm25 OK 然後把它run一下 看有沒有錯誤 沒錯誤 那表示應該存在我的根木屋底下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在我的根木屋底下 我是放c碟 c碟底下會有一個叫pm python2022的11月1號這個 這邊有一個 pm25.csb 那理論上我編碼方式 假設沒有incoding等於utl8的話 那就是950 那應該就是 直接一次有開應該沒問題 來看一下 這應該沒問題 只是這欄寬不足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剛剛的欄位名稱加上去 換行 換到下一個 然後就大成 有沒有 然後富貴獎 然後再賣了 OK 那就OK了嘛 不過最後我假設希望 存exale 因為現在是csb 那如果我想要呢 貪心一點 不要存csb 我想要存exale 上禮拜講過 有沒有 所以請各位複習一下 所以待會 第一個 如何存存exale的複習 關鍵就是要產生三個東西 data index column 然後再丟給data frame 轉換成為一個data frame物件 它就會有一個方法叫toexale 你就給它一個檔名 就OK了 所以exale其實也不難 再來的話 畫圖 畫圖上禮拜講過 畫圖有點像這樣 我們其實不需要全部欄位 我們其實只需要A欄 不過A欄這樣會太多 跟C欄就好了 所以其實不需要全部的資料 這個選可能要這樣 不過這邊有空資料 好像有非0的資料 然後最後的話你可以 在以適合的插入什麼 上個禮拜好像是折線圖 不過用折線圖來表現 會不會感覺好像不很OK 所以其實後面其實我們可以 而且它資料好像太多一點點 我感覺好像放可能放個幾個就OK 但是這個折線圖 好像比較適合配合時間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應該用什麼圖比較適合 我把它變更一下 變更圖型類型 好像用直條圖好像比較OK一點 按確定 有沒有這樣的話好像感覺 比較合適一些些 那另外的話資料量好像太多了 所以其實 可能最好乾脆拆成幾張圖吧 有沒有 端中畫你全部放一起 感覺有點 有點太擁擠的感覺了 OK 好啦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待會的話 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這個 所以這兩行程式在 雲端百板的第18頁 這個是把那個至串產生 OK 所以這幾行 這三行就是存檔 這個CSV我們做過好幾遍了 這個可能固定 你就把固定SV做 然後再來 待會 我們就是還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把它存以Sale 第二個的話呢 畫圖 畫圖我建議把它繪製成那個 所以再來多學一個直條圖好了 如果在Sale畫直條圖 蠻簡單的 只是因為Sale是滑鼠鍵盤可以 但Python沒有這東西 未來Python是不是再產生一個 視覺化版本 以後還可以 但應該是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 要怎麼樣可以在Python裡面 繪製直條圖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 谢谢观看